《空瓶》主要讲是讲悟空和法空 我们众生就是知道有法 有朴族众生的这个悟者 通法这个是讲空瓶 这个空瓶仰望就是接受 讲这个空瓶 讲说我们以空瓶去修观 你可以自立立陶 所以现在就最后一段讲立陶的功德 我们人做什么事情 你讲说是租的好事 好的事情 你租了一定是自立立陶 是讲立陶的功德 我们看这个季孙 开甘露门 四甘露气 热甘露城 出甘露社 开甘露门 甘露是什么呢 甘露是这个佛法之中一个形容词 甘露啊 这佛法之中以为这个叫做不死牙 就是说我们一个一个人啊 你讲这个一二个吃对了就可以治病 我们这个修下佛法呢 你以佛法去奉行 你可以得到佛法的这个利益 所以佛法呢 比如干露之微 这种甘露呢 可以增长我们众生的身心 我们平常啊 一百人都要靠影射 维持生命 这个佛法讲慧命 我们培养慧命呢 是以这个佛法 来培养我们的这个慧命 这个慧命呢 你可以达到这个 不胜不美的境界 不叫做等于美蓬境界 所以美蓬呢 在印度啊 在佛法里面 就叫做不死牙 就是说我们吃了这个牙 你身心会健康 会长寿 甚至于不死 所谓不死不死是说我们人啊 没有生死 而是你达到这个不生不灭 不死的这个一种境界 不叫做真人美蓬 所以这个西伯法叫什么叫赶路 开赶路门 开是打开 打开这个赶路 门是什么呢 门是进着的意思 你比如说我们主委员 如果是要有门进来 外面有这个大的铁车门 进着福殿 福殿那个前面有福殿前门 你这样才能进着福殿 我们进着福殿之门 或者进着密蓬之门 是你要想得到这个赶路了 你一定要进着这个赶路门 就等于进着这个密蓬门 或者进着福殿之门 这叫开赶路门 这叫开赶路门 没有门 或者说我们不已福殿去修校了 你不得其门而入 是赶路去 进着福殿之门 是是简式 把它表现出来 赶路 赶路是你比如说 你好的这个鸭 好的这个饮料 你要有一个东西存放 它说有一个器具 这当然都是形容词 也就是说我们 饮酒福殿 以福殿之门 就修行啊 你要懂得这个方法 知道这个福殿 它这个功德利益 豪足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是赶路的器 日赶路尘 热是净热 赶路尘 尘也是一种配语了 就是说我们 我们要进着这个赶路尘 这个早期啊 在中国 很多新尘啊 差不多都有尘 特别是中央的基点 现在为了这个交通不方便啊 很多程度吃掉了 因为早期啊 这个 为了防止这个地人 它这个城墙啊很重要 你这个城墙舍服得好 这个地人啊不容易拱着 所以这个早期啊 这个 这中国大陆上啊 很多新尘都有 都有尘 我们要进着这个赶路尘呢 也就是说 这个福范 你要得到这个福范 你要一定要进着这个赶路尘 就等于这个福范 这个赶路尘 这个赶路尘 在一个城市里面 在一个城里面 保护得很好 你要想取得这个赶路了 你一定要进着这个城 这个温泉是一种比喻的啊 醋赶路尘 醋就是我们多了这个地方 这个赶路放在什么地方 等于这个好的饮料 你畜生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现在我们为了保持这个饮食不坏 你放在冰箱里面 你要有一个好的地方 你要有 他一个地方放 是处赶路尘 这是这个 就是讲四个配语 赶路门 赶路漆 赶路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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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四个配语来形 就是形容这个赶路 这个赶路有什么好处呢 下面他就介绍 那个 令主众生 使甑露卫 虚打败鲁 急打败鲁 因打败鲁 于生败鱼 前面讲这个甘露 甘露是不死牙 就是说我们吃了 你这个命可以治好 我们修乔复饭了 你可以挣热美胖 你得到这个复饭的利益来 后来你复饭就行了 你能够伤到这个甘露味 这个甘露就是佛术术式的一切饭 能够领住所有的众生 佛告知众生 这个甘露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利益 比如可以生日密房 不死 也要使得这个佛术术伴 令众生能够伤到甘露味 这个甘露啊 因为是这个不死牙 它吃了有几种好处 第一个是长寿 也就是说我们吃了一个人会生性 会健康 之后就是这个吃了生性能够安定 就是生安 之后就是大力 就是你吃了生性能够有力量 支持了这个耻光 生性发光 这个光就是这个 就是人的这个面色 生性很健康 你这个人有这个光彩 那不是被病美一定要方光 这个主要是形容这个人健康 就是说我们学校发发 你得到发发的这个利益了 你会有种种的这个好处 就等于你吃了这个吃对了这个药 并且治好了 生其健康了 健康就会长寿啊 所以是食感如微 去到饭炉 去饭炉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 就是这一种海的这一种路 这个路又小又大 大的那个路差不多很大 为了这个人中多 要几乎号召人去这个炉 这个炉的这个声音 因为它这个炉外里面 这个影子啊 这个声音就比较大 你比如说这个人中不渡 你比如说鸡宝人 甚至于一切人 你这个炉外区啊 大家都听到这个 特别是这个军队 好在这个群中 你取什么不同的这个调 他可以几乎这个人中做什么事 去等于我们这个什么东西 他都一个号令 你比如说我们几乎要大家来听见了 真的打板 你听到这个板声 知道了 我们现在这个道夫殿里面 开始慫 令慫 要以后讲饭 他这个炉也是这样的 你一去了 取这个炉 特别要那个气很重 甚至很惊慌的人 取得就悠响 所以取大饭炉 这都是形容词 记得法国 这是形容法国 就像那个谷声一样 我们诗语里面 有种有谷 众令人这个身心 你听到这个众声令人平静 谷呢 你记得这个 结谷呢 可能令人振奋 那个谷打得好 身心很好 它令人净奋 所以谷的啊 这个军队啊 要打谷 那个谷打得有结 那个军人啊 一谷有勇敢 这个佛法是这样的 佛法就是这一种啊 它能够令人振奋 比如说佛法叫人紧紧 你要修佳定慧 要修八正道 六度之中 你要紧紧 是这个结大发谷就等于结这个像结那个谷一样 你结谷 均对就勇敢上前这个敬奋 修行的人呢 修行的人呢 就是死人这个身份 云大发菊 菊是什么 是胡菊 你比如说我们世界运动会 它有胡菊 菊是代表广名 好在代表一个意义 我们这个菊它是存在这个广名 特别是早起这个苦笑不发 但没有电灯 你这个胡菊啊 可以你拿一个胡菊 后面可以很多人跟着走 比如说早起人到山洞里面去 他就用胡菊 后来就去胡菊了 他拿出了那个胡菊上面 顶着油 后来就用包 他可以稍微一段时间 这样的大家看到 是云大发菊 其实 也就是胡菊各众生带来广名 扑出我们众生的鱼痴 有这个意思 鱼圣发鱼 这个胡菊是什么讲鱼赶路啊 我们经历休止灯 鱼血很多 吹得很干 好几个油不下鱼 树末很多都酷湿 在这个你干干的时候 你下鱼 风到鱼 这个形容像赶路一样啊 你游了水 这个土鸡润伸了 外物生长了 这个腐败也是的 所以在众生需要的时候 这个是四鱼啊 就是适当的时候 需要鱼血的这个下鱼了 所以叫鱼圣发鱼 像这个鱼一样 你也讲说我们一两个又不下鱼 我们大家都希望赶快下鱼 对不对 所以鱼圣发鱼 前面一个鱼是动词 圣其实比较是一种很殊胜的鱼 正好是下鱼 等于那个祭祀鱼啊 无尽取佛 一切永迹 属利之一 微妙发传 无尽取佛 这是佛陀书法了 佛陀书的这个教法 使这个摩王 或者这个不好的事件 能够取佛 就是能够把这个铺毁了 比如说摩王摩君 或者说二人 他能够用这个佛陀的正范 能够取佛他 使他这个驱灰 或者降佛 降佛什么呢 一切永迹 我们人与人 众生与众生之间 或者世界 这是不太平了 人与人要寄这个永仇 也就是佛陀之中 忠诚恨啊 众生的忠诚性很强 好在知识性太重 解决一句这个永迹 这个佛陀讲证 自立的人 所以他能够解读 一切众生的这个永迹 永迹是永迹 这个永远 同恨 他是慢慢继承功的 比如说 对某某人影响不好 他一举有声 这个解不开 这就要佛陀的这个正法 能够解除 树立之一 微妙白床 床是什么呢 床是一种转音句 现在我们很少用床了 你到大陆上比较古老的丛林 他做那个 就是佛陀这个南北 他做那个 就是用这个好的这个布料 下面修的这个花 以后呢 他这个一个一个的续下来 像个像个桶一样 从这个从这个上面到下面 是一种转音 是叫床 或者床它是一种东西 它这个 就像有这个力量的 这个大的这个门 住 他可以马上用的 没的东西 床回 你比如说门不牢 地人要攻了 他用大的这个木头 很多人啊 这个用门的床回 那个也叫做床 是法床 也就是说 复发的这个力量 可以要取回一体邪压 取回这个魔王 好叫总统外道邪厨 这都叫做正法 你正法 也可以正取回 想法 这个邪法 所以它是能够 树立 微妙的这个法权 度住 中山 生死海 就是非法的这个 另一个 它可以啊 化度众生 就是度化众生 度化一体众生 去离这个生死海 生死大海 云断 是无量苦劳 使这个众生啊 云有断出这个 这个闪啊 闪啊 就是闪啊 云有断 自要无归出生 叫做善云断 我们平常讲无断 六断 无断就是 人断 天断 自要无归出生断 天断和人断 叫做信断 自要无归出生 叫做阿断 因为他什么叫阿断呢 其实他那个地方很压力 不好 你比如一个人 你把它住在 假脑里面去 假脑不是好的地方 对不对 那个地方没有自由 你都那些畜生 畜生没有智慧 现在人很多 一样讲过 你可能够他好的吃 他也生活 生活很好 比人还要好 那个穷苦的人还没有 他吃着好 但是这个畜生 你不管怎么样 他住的这么好的环境 他远就没有智慧 所以这叫阿区 叫做不好的基本 他学英语佛佛 但是我们有智慧 自要就更苦了 你一个人在自要里面受苦 无归 无归也是很苦的 每天起悟 人又不会吃饱 或者见到营这个 他也不能腾射 这是佛范里面形容 所以既要无归出生 这叫做塞阿道 是圆断萨阿道 就是圆油断出这个萨阿道 无量走苦 就是发发感的意 这个众生 使众生 圆油断出这个萨阿道 而且去除种种无量的苦劳 烦恼这也 锁住众生 无有救护 无处以止 烦恼这也 这也就是因锁 我们人有烦恼了 天性的烦恼 成性的烦恼 一致性的烦恼 种种一致的烦恼 只要我们有烦恼 一身性都不能安定 就像那个胡哨一样 你看我们烦恼一来了 一身性不能安定 绿性像胡哨一样 所以这个烦恼这也 这个烦恼的烦恼 就是这个烦恼 像蒙的那个胡 烦恼是因锁 烦什么人呢 烦恼众生 就是烦恼啊 这个因锁这个众生 这种众生有烦恼了 他没有办法去救护 特别是大的烦恼 你有了烦恼 你得不到好的方法去解救 就是伤求在此是因锁自治 这又得到好的佛法 或者好的道理 好的方法 你才能救护 无所已知 就是没有地方去已知 我们要已知什么呢 佛法讲了 我们修学佛法 要依靠三宝 依靠佛法 这是佛法为我们众生的意志 也无意赶入清凉米威 从作世卑 令与教义 与无量节均修祖行 供养贡敬 祝福世卷 佛都说了 这个全面的种种教犯 或者要去用这个正犯 去除众生的 扑出众生的 这个种种烦恼 佛都以这个甘露犯 就是佛法之位了 请娘以为 这种甘露呢 我们赢了 使我们这个圣行得到清凉 而且甘露是巨微妙的米威 佛法之中 佛世华 一气味中 饭味深 其实一气的味道之中 未有饭饭的味道是巨树深 我们饮食的米威 你吃了一下 这当时享受一下 享受以后呢 以后讲说没有的吃了 也苦劳 这个佛法的味道 你伤到了 它是永久的 你永久得到佛法的快乐 所以这个甘露 佛法的这个甘露 它是令我们众生请娘 就是消除一切的烦恼 这种甘露 而且是巨迷巨妙的味道 重造示威 这种甘露 令众生是个身心 能够安乐 能够重造 请每个人都得到保姆 能够身心 请娘自在 令你教育 使这个众生啊 离去种种烦恼的因素 与无量戒 均修住行 在这个无量戒之中 我们众生只要你 没有出生时能回 都在这个流道之中 能回流转 所以这个 我们众生很流转 是无量戒 戒是就是形容什么呢 就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 甚至于多了不可说的 这叫做成为戒 就是非常长非常长的时间 我们众生啊 都在这个三戒之中 省事流转 已经经过无量戒了 现在这个在这个无量戒之中呢 我们要不断这个不流转 不这个不受痛苦了 去除烦恼 而且能够依据这个佛法去修行 所在分修住行 就是以佛法的这个种种 戒定回来 或者八战道去修行 供养 供敬 供敬 祖佛 是君 我们修行佛法 你要有 要有 供敬 供养的心 供养什么呢 供养 祖佛 是君 就是供养 这个佛 我们平常说这种大乘佛法 就是有无量佛 无量的众生 无量的佛 每一个众生都可以称佛 有的时候我们形容祖佛 它是这个祖就当作一种祖词 祖佛就是形容 就是佛徒 祖佛 佛法的人 你要非常紧固的修行佛法 比如修决定会 修法战斗 不动力就下戏 佛法 所以叫修行 修行什么呢 就是截图圣事了 求与如来 就是我们在佛法之中 跟佛徒消息 求得什么呢 求得圣事的发生 我们现在这个生叫做圣事生 你没有截图了 都在这个生间流到这种轮转 不行 你得到发生 就是说正人媒婆了 正人 是叫发生 就是说我们修行佛法 你能够持续 与佛法的汉穷 人活 批活一致了 或者得到佛法的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殊胜的这个境界 就是这个叫做正发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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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子迹十足 徒冒虚脑 所谓子迹 清彩正薄 正如饮了 净饮流离 种种衣服 这是村众生啊 我们不断要普悟着 普发着 而且你要行种种布施 能行能行 能忍能忍 谁主属中 我们要行这个布施心 能够随其种种的一切 属中就是这个特别重要的 身处于生命 都可以 他随什么呢 他讲 我们平常这个布施都是财布施 或者范布施 偶尔的 比如说别人又为难了 或者众生又为难了 无为布施 他现在这个就是说 因为前面讲俗中 其实特别重要的 什么 都可以说 他说 子迹 守中 子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守家 是叫子迹 比如说 人有四肢 两手 两足 就是叫子迹 子迹就是守中了 不但这个子迹 守中可以写 头目虚弄 我们的头 眼睛 脑睛 头脑 都可以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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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要摄持身边的所有赤子 就是摄持自己的赤子和子女 这个基本上有个问题 好像常常有人形容这个复范 一个社会 一个居住中的家庭 对不对 家庭之中就是 父子之中的夫妻嘛 这个是最重要 你现在说 要摄取 其实在这个福法之中 世界的道理也有 就是当我们重要 你比如说为众生 为国家 为了正义了 你去打仗 你父母学院舍不得 还是鼓励 你要去为国家 我们这个威法法 为度众生 学院有很多困难 甚至有这个困难的地方 有危害生命 你都要去做 它是形容这一构 怀疑了这个佛法之中 它是一种文雅的描写 比如佛陀故去 在这个影子修行的时候 它是一种文雅的一种形容 是一种狗狸人类的这样的 实际上它这个并不是真正确 你比如说 经历人很有名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赛神赤虎》 这个故事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赛神赤虎》 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赛神赤虎》 《释迦牟尼佛赛神赤虎》 它是一种鼓励人心 鼓励人心 所以我们读佛经 有的地方 它是一种了解 是一种鼓励的心 以这个事实 比如我们读很多预言 故事 《释迦牟尼佛赛神赤虎》 里面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它实际上并没有整整去读 但是你读了 很受感动 我们读《释迦牟尼佛赛神赤虎》 你不要迷茫 每一件事情都当成试试 你当成试试 有的时候你去读 变成沙瓦了 真的 所以我们读东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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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了这个利益中生 就是特别强烈 特别强烈 就是特别有意义的 就是这都去读 有没有意义的 并不一定要模仿 秦彩正宝 珍珠 正宝 映朗 金燕 流离 种种意外 但我们心不思的是 你要这个 一种大 一种大的这个 故事心 秦彩 自治的秦彩 种种 珍贵的 这个 保安 珍珠 映朗 珍珠就是一种 也是七宝之一了 映朗 映朗 就是种种 这个 这个 这个七宝形成的这个 映朗 你比如说这个 我们人 穿着自治 然后在深圳 刮了很多 这个映朗 特别是 春春来的 种种不同的 这个映朗 金燕 流离 金燕 流离 这也是一种 保安 种种意外 种种 特殊的 这个 保安 都可以实在 就是说 我们这个 发行这个 布置的这个 你这个 种自治的这个 材料 种种的这个 保安 保安 可以实在 甚至自治的手中 自治的血 或者自治的 这个自治 人类 都可以 塞起 这是 形容这个佛陀 就是 难死 能死 能死 这个终生啊 不是你发的 性大 你去 血性也大 我们这个 金光明镜啊 空冰 都讲了 讲完了 今天都讲了十分钟 所以因为这个 成了一点点 就是 那么 你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